HBL三名高院挺進12強 第一個轉身背後傳球給籃下接應的隊友上籃得分 HBL高中籃球聯賽昨天進行第三天的預賽 各隊為了搶晉級前12強奮力平戰 穿綠色球衣的高院以94比71擊敗成功高中 青年高中的空位拿到球切入 漂亮得分 青年高中對上穿色色球衣三屆亞軍的泰山高中 在第四節採用包夾戰術造成泰山四五連連 中場以83比62擊敗泰山高中 昨天男子組六場一賽 還包括松山三名等隊獲勝 其中男子組12強 共有高院新龍南湖等十所學校出現 最後兩張門票 關鍵的比賽將是今天的木炸隊後中 和漢英隊宜中的比賽 動新聞綜合報導